除了用Call這個方法之外,後來我想到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用L1N 等於L1N 那L1N你會發現L1N比如說請他算幾個字,這個應該前面用過 然後呢,如果你把它Enter之後的話 打個勾,這個多一個 那你會發現他算完只有幾個字,當然中間應該有空白啦,所以其實這個應該 空白的數量應該 剪掉四個,應該12個空白吧 那如果說我要算出它是中文跟英文的數量 裡面有沒有中文字 那你可以再利用一個函數叫L1N L1N後面加一個B 那L1N跟L1N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L1N是算字數長度的 那L1N的話 是算什麼呢 幾個bytes 以位元組為單位的 所以如果我假設我把它改成L1N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得到的結果有沒有發現 這個得到的是16個字 這個得到的是20個bytes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那個 就是 無論是Excel也好 或者是在Google市上表也好 反正中文字都算兩個bytes OK 然後呢 其他的都算是一個bytes 像那個英文字都一個bytes 所以 中文字比較特殊啦 所以其實 如果想知道說 這個某一個儲存歌裡面到底有幾個中文字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 用L1NB 得到的結果 減掉L1N 那不就是 中文有幾個字了嗎 所以 這個方法你們也不妨 試試看 這個是L1NB 這個延伸說明 那我們把剛剛這一題 把它做Ending 這三個 加一個if 要怎麼做 我們把它Delete掉 這個就難了 所以如果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最外面一定是一幅 一幅什麼 一幅錢瓜 如果什麼呢 如果呢 我判斷儲存格裡面的call內瑪 假設是小於27的話 就call 那這個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要自己打 call的話呢 只到儲存格裡面 如果儲存格裡面 這個結果呢 假設啦 假設是 大於27好了 如果大於27 豆點 大於27的話 那表示是中文 那中文的話我用subditude 所以我這邊的話再用subditude OK 那這個的話自己打 這個打錯 一個字都不行 subditude的話就是取代 取代什麼 取代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就點 這個會被蓋住 上一個是A3 我點下面這個來蓋好了 A3 就上面那個儲存格裡面 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取代的話就是一個雙引號 空格 一個後雙引號 把空白取代成沒有 就是 意思說把所有空白拿掉的意思 好 那再加一個豆點 反之的話呢 就是 英文的部分 英文要怎麼處理 加一個twin t r 這個就出來了 twin 然後呢 twin的部分的話就是 它的規則就是把儲存格的資料 儲存格一樣 A3 自己打 A3裡面的資料 把它去掉 好 那這樣應該OK的 但是請注意一下 這個公式打完之後 記得還有一個後刮符 所以後刮符要補一下 有前刮符叫後刮符 他一定一對的 少一個都不行 Enter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 中華民國的中 他應該是大於127 OK所以得到的結果是 中間有沒有去 大於127 subt 把這個向下填滿 看看 剛好顛倒 Ctrl一下 看一下 如果大於127 subt 反思 就是小於127 沒有 更正一下 這應該是小於127 所以 剛好顛倒 應該把這個方向 倒過來 如果Ctrl裡面的結果 是大於127 那是中文 所以剛剛那個 方向搞錯了 剛剛應該是大於不能是小於 OK Enter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樣下下填滿 這樣應該OK了 他的空白 中文的空白都不見了 英文的空白就有保留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地方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